那我也去找一套红色的穿吧 我要去找一样红色的东西穿了 我现在也没有红色的衣服 但是等我赚了钱再说吧 汉族才穿 真的 从内到外都要穿红色的 可以分开穿也可以的 我知道了 各姐帅们 现在怎么看不到千三万了呢 以后你们也看不到千三万了 在我直播间里面 你们有可能会在 涛总和安依莫姐姐那里会看到千三万 或者说在别的地方看到千三万 但是我跟你们保证 你们再也不会在我这里看到千三万了 我已经跟她就是 断绝一切来往 我就是要离这个人远远的了 戴红色的胃巾 哦 晚上好 各位姐说说爱们六点半 哎呀 是挺晚了 现在我还在路上呢 我这会儿回去 我还要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我才能到我住处 因为我租了个房子 我没有回家 每年房租有二十多万 家里有汽车 哎呀 那肯定看不上我了 那个何方姐姐 晚上好 娜娜好 在四川啊 对 我没有在云南啊 因为在云南的话 就是那样的 别太晚了 对 哥姐说爱们 我这几天 我就是 因为安依莫姐姐和涛总 一直在帮助我 然后 我就是说 我想去看一下 爱因莫姐姐的妈妈 我就是 想去帮一下 爱因莫姐姐的妈妈 但是 我不敢去 因为我怕遇到小表哥 你们说我去不去啊 如果我不去的话 你们看 人家帮过我那么多 我不去看一下别人 那我也不太好 对不对 我应该去看一下 爱因莫姐姐的妈妈 就是说去帮助一下 背机 但是 我不去的话 你们说 我又害怕遇到小表哥 我不去的话 我心里面每天晚上 我因为想着这件事情 我都睡不着觉 就是说 我很想去看一下背机 但是我又害怕遇到小表哥 因为我现在就是为了小表 因为小表哥每天跟着我 我跑了 不要看 应该去 对不对 对我也觉得应该去 打电话问候就可以 那打电话和 当面去看那是不一样的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人家帮过我那么多 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就算 我要自立门户了 我也不能说是 就算我要怎么样 就是他们帮的我太多了 我就算怎么样 我也应该去看一下人家 这样吧 我 明后天我就去看一下 爱因莫姐姐的妈妈吧 哎呀 我真的 我这个人 其实我是很会 就是知恩图报的一个人 就是别人对我好的 我都会记住的 然后用我这一辈子 我 我不可能 就是我就算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感激 会值在我心 你一定看 对去看一下他吧 欠三万缠着你怎么办 欠三万应该不在家里面吧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应该不在家里面 卡是不是 对刚刚卡了一下 不好意思 哥姐叔叔阿姨 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吧 哥姐叔叔阿姨 你们不要每天都为我仇 就是说 哎呀 娜娜 你快点去找男朋友了 你快出对象了 哥姐叔叔阿姨 不要每天为了我仇 就是有一天我也会遇到的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没有 缘分没到 美女想的事情很周到 谢谢你们 你们还没有给娜娜点关注的 给娜娜点个关注 加入娜娜的粉丝团 好不好 谢谢我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了 然后你们以后就每天 都可以看到我了 我以后的话就算再忙 我都会每天就是说 去给你们看一下直播 欠三万很好的 阿姨默回四川了吗 对 阿姨默姐姐也回来了 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见面 这几天 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加入娜娜的粉丝团 你们帮娜娜点点关注 加入娜娜的粉丝团 帮娜娜做一下数据 好不好 只要你不喜欢 欠三万去也没关系 哥姐叔阿姨们 我不是没有主见 我跟欠三万说过 不止一遍 我甚至每天 我都在跟她说 哎呀 我们两个不可能 你不要每天 像个狗皮膏样样的 贴着我 行不行 但是人家不愿意听呀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人家耳朵老长了 人家就是 主打的 欠三万这个人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 死皮赖脸 不要脸 你们知道吧 真的 你们都 认识他的呀 你们都认识 欠三万的呀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 不要脸呀 哥哥姐叔阿姨们 他就是 你跟他说再多没用的 他从来不管别人 对你的 他这种人就是 别人对他意见再大 他都不会 就是去顾虑这些的 他自己怎么潇洒 怎么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的话 我自己租了个房子 哥姐叔叔阿姨们 然后我现在 每天就是去收农产品 收农产品啊 什么之类的 你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啊 哦 那个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对的 哥哥姐叔阿姨们 我这几天遇到了一个人 我去打包 那个农产品生意的时候 就是说 我遇到一个外卖小哥 就是被人欺负了 我就上去 打包不平了 但是我觉得那种情况 就是每个人遇到了 都会去的 呃 帮忙人家的吧 嗯 你千万不要跟他结婚 怎么可能呀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跟你们 哎 我跟你们保证 就算我这辈子嫁不出去了 没人要我了 我都不可能跟千三万在一起的 哎呦 千三万这个人 就是说 他这个人已经在我的黑名单里面了 你们知道吧 就是在我心里面 他就是一个黑户 你们知道吧 就是说 怎么可能和他扯得上关系呢 对不对 啊 我就是不可能和千三万在一起的 你们放一百个心吧 有很多人就害怕我 每天就害怕 我被千三万 哄了去了 怎么可能呀 哥姐叔叔阿姨们 啊 要是如果啊 我 我真的是那种一点自己的立场都没有 就是 别人怎么哄骗一下我 靠嘴巴哄骗一下我 我就跟人家走了的那种人的话 啊 那我早就和千三万在一起了 呃 如果真的是那种一个人 对不对 你们应该 就是明白 你们应该知道的呀 我是真的不可能 就是说和千三万有什么的 你们放心吧 不要和他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 哥哥姐叔阿姨们 你们不要老开玩笑 我 我真的 反正你们放心吧 我不可能和千三万这种人在一起的 对对对 对 哥哥姐叔阿姨们 不可能的 你们知道吧 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 你们放一百个心 嗯 千三万这种人 我觉得 是个女的都不会 愿意和他在一起吧 嗯 嫁到我广东好吗 哥哥姐叔阿姨们 你们都是哪里人呀 你们都是哪里人呀 有机会 你们可以来找 呃 娜娜玩 好不好 娜娜的话 现在人在四川哈 你们可以来我这边 可能 就是我现在自己在租房子住 条件没有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们来找我的话 呃 我能 呃 只要联系我 我能 嗯 我还是能招待一下你们的 虽然我条件不是很好 啊 嗯 我是上海的 苏州的 杭州的 哇 江苏南京的 嗯 你们都离我好远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但是 嗯 你们可以来 山东的 郑州的 你们看 嗯 都是五湖四海的朋友 真的很感谢这个平台 能就是 呃 能让我认识你们这么多朋友 嗯 如果就是你们 有时间的话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 呃 就是联系娜娜 就是 不嫌弃娜娜的 呃 可以来娜娜家做一下课 嗯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 可以来我这边做一下课 我就是 可能 我 我们这边的腊肉很好吃的 也有很多农产品 嗯 嗯 可能我就是不能像别人一样 就是 招待你们吃大鱼大肉什么的 但是的话 呃 我家里有什么 我都能 呃 尽 尽我所能的去招待你们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 嗯 四川达州的 美 呃 美姑待过呀 美姑离我这边应该还是挺远的 呃 我在福建 哦 不 不要告诉他们现在的地方 哥哥姐叔阿姨们你们放心吧 小表哥是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的 如果要让他知道了那还得了吗 对不对 做好生意就行了 对的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诚诚恳恳的去每天好好做生意 千三万还找你吗 他找那肯定他在找呀 他每天都 我最近哈 我最近听说 他每天就是跟我后妈联系 就是去找我后妈 就是让我后妈告诉我 他我在哪里 所以的话 因为我太了解我后妈那个人的德性了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我后妈我在哪里 我就是不接我后妈的电话了 也不接小表哥的电话 然后他们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会一直维持下去 我不可能再跟他们去联系了 知道吧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就是真的不想去跟他们联系了 你不要说你的地址啊 对 哥姐叔阿姨们有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哈 我现在我 如果你们真的诚心要来找我玩的话 你们就联系我 但是我不可能在直播间里面说我的地址了 因为我感觉直播间里面还是会有小表哥的粉丝的 因为我每一次直播 我每天都是跑 跑到哥姐说阿们 就是小表哥他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就是每天换位置 但是小表哥就是能找到我 啊 就是然后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里的 他跟我说直播间里面的人有人会告诉我呀 还专门给我发信息告诉我着码在哪里呢 所以我现在就不敢在直播间里面说我在哪里了 因为而且我也害怕我后妈的话 他们能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在哪里 所以我都不敢说说地址了 不然的话又被他们知道了 太麻烦了这些人 嗯 嗯 娜娜美女把着码改成娜娜 对 你现在不能说你在什么地方 对 我现在绝对不会说我在哪里了 但是你们如果真的想来找我玩的话 你们联系我 自己联系我 嗯 好不好 嗯 你在我心里 咳咳咳咳 你们也在我心里啊 各位姐说说 哎呀妈 咳咳咳咳 最近的话就是换季了 然后感冒了 你们都要照顾好自己 嗯 娜娜就感冒了 各位姐说说哎呀妈 我 我的话 嗯 我感冒了好几天 你们看我的手 打那个吊瓶都清了 我打了好几天了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抵抗力不怎么行 幸亏我每天都在有吃那个被母 然后不怎么咳了 不然的话太麻烦了 对啊 我每天都在吃 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感觉去那下面打那个吊瓶又贵 然后也没有多大作用 我就用那个 我教你们一个生活小妙招 我教你们一点生活小妙招 我就用那个被母和那个梨一块炖来吃 我吃了两三天就好了 你就是小表哥的老婆 我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真的和小表哥没关系好不好 我怎么又变成他老婆了呢 能在你家住夜吗 要不然是村里面宾馆 可以呀可以呀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就是我家有点小 我现在 我现在 哎呀 但是你们来找我玩的话 就是说 我不会让你们没有住的地方的 虽然我现在自己只租了一间房子 只够我一个人住 但是我不会让你们 就是没地方住的 你们放一百个心吧 你看一下后面 怎么了 我后面怎么了 我后面怎么了 你们不要一惊一乍的 我现在 天要黑了 黑粉 对 你现在在哪里 哥哥姐叔阿姨们 我现在的话在四川这边 哥姐叔阿姨们 就是我 我现在在一个 不认识的村子里面 租了一个房子 啊 离我后妈他们那边还挺远的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在哪里 快回去了 不要乱说话 对 你们不要乱说话 晚上了 而且这儿 哥姐叔阿姨们这儿有点恐怖 我现在在这边路上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那儿都有一些 人家的房子 你们不要乱说话 我一个人还是挺害怕的 嗯 你们 你们不要 不要吓唬 娜娜 就是我还是挺害怕的 嗯 快回去吧 哥姐叔阿姨们啊 马上就回去了 我再跟你们聊一下 因为我 我如果我要回 我要回去了 我不可能还 一边就是开播 一边跟你们聊天 我 我现在有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会早上给你们直播 有的时候会晚上给你们直播 反正就是在我不忙的时候 近一个星期里内的话 我也不会给你们 就是收一些货 但是如果你们 每天想看我的话 你们就是给我点个 关注加入我的粉丝团 你们就可以每天 不管我几点开播 都可以看到我 嗯 今晚上还要不要直播呀 哥姐叔阿姨们晚上的话 我应该不播了吧 嗯 我今天晚上我应该不播了 因为我等一下晚上回去 我还要去整理我的货 谢谢 谢谢一直在给我送粉丝灯牌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给娜娜送一个粉丝灯牌 对娜娜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你们真的很谢谢你们 嗯 别在家里面直播 嗯 哎呀 这样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 嗯 就是我的话 嗯 我不会在我自己住的地方给直播的 因为我害怕遇到小表哥 就是我后妈和小表哥看到我在哪里 啊 嗯 谢谢 谢谢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一直在帮娜娜送粉丝团 谢谢你们了 嗯 就是我应 但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尽量还是会给你们直播的 但是我就是 不可能在我家里面 我住的地方给你们直播 因为 人心叵测 我还是害怕 他们又跑到我直播间里面来 然后又找到我了 我不想每天跟他们玩这些 每天就是让他们打扰我 我不想了 哥姐叔叔阿姨们 每天都来影响我 这算什么呀 对不对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嗯 和那个雪梨一块吃那个老雨夫 嗯 直播卖点货吧 呃 最近过年了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快递 那个物流还没好 可能过两天就好了 等物流好一点了 我就给你们 就是卖点货 呃 我自己的货 但是最近现在的话 还不行啊 嗯 所以我现在每天 我都拿去街上给你们卖 嗯 就是我每天都去街上卖 因为街上也有很多人 非常的需要这些货 啊 娜娜千三万年前回 也回四周安老家了吗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了 小表哥 我从来没有和小表哥这个人联系过了 因为 没有必要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也不 不好奇他在哪里 反正我就是 想离得他远远的 没意思 你可以到涛总的单位上班呀 哥姐叔叔阿姨们 涛总一直在跟我说 去大单位里面上班 但是的话 你想一下他 他 他的公司里面哈 都是大学文凭的人 啊 都是本科生呀 什么 专业的 人家都是有学历有的 然后我就不想 不想拖涛总的后腿 你们知道吧 你们说 那涛总给了我一个职位 我万一要是驾驭不住 对吧 我这种没有读过什么书的 我才读到高中 因为以前 我家里面的人供不了我 就是说 没这个 没这个 就是没有学费嘛 然后 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学业 所以我现在就算我去 涛总那儿了 我可以去呀 我确实可以去 人家涛总每天都在 呃 叫我去 但是 但是我害怕拖他后腿 我害怕做不好 而且 呃 像我这样进去的 应该算是关系户吧 哥姐叔叔阿姨们 人家都是靠自己的文准 人家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进 高 呃 那个涛总单位的 你说 我这种靠关系进去的 万一我以后做不好了 呃 涛总有 涛总脸面都没有了 我还是 呃 所以我 我还是想着 就是 不想 就是我不想让麻烦任何人 我就是 就是想着 就是自己 我自己啊 靠我自己 我也能行到 哥姐叔叔阿姨们 嗯 我 我自己也能行到 呃 就是我不一定要 呃 靠 靠别人 我一定要靠别人 没用的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自己 去拼一条路吧 嗯 就是 我不想变成麻烦 对自力更生 对了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自力更生 做后勤也可以 哥姐叔阿姨们 但是 嗯 我去做后勤的话 呃 我应该是可以做的好 但是 嗯 那样的话 我就一辈子就只能靠着涛总了 呃 我还是想靠自己 嗯 去涛总那儿做一些 如果让我去帮忙的话 我会去帮忙的 但是你们让我去他那里上班 然后 呃 做一个关系户 然后 呃 每天 呃 让让别人都让着我 呃 我 我不想那样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嗯 我靠我自己可以的 因为我现在收的农产品 其实如果我做好了 真的比打工要强很多很多的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放心 对 把收获当生 收获的生意当事业 要做得很好 对 哥哥姐叔阿姨们 现在收农产品就是我的事业啊 嗯 可以编读书的呀 可是哥哥姐叔阿们 呃 就是可能你们不了解的 就是 呃 你们可能都是在为自己而活 但是我身后 啊 我还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真的就现在还 这个时候我还不能为自己而活 我是有压力的 嗯 因为我哥哥他们那边啊 每年都在读书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的话 也是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 所以 呃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现在的话就是说 呃 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 呃 嗯 去做一些事情 先把我哥哥供出来 我现在真的 没有心思为自己而活的 嗯 一定会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谢谢你们 对 有压力就有动力 对的 嗯 山总小表哥大名 啥称呼 他不是山总 山总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 呃 他是阿姨墨姐姐的小表哥 然后他 他的真实名字叫木鸡 山总是他自己给自己做的 嗯 他什么山总呀 哎呦 我真的被他笑死了 还山总 他就是对 他就是欠三万 对 他叫木鸡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他不叫什么山总 哎呦 山总这个名字我听着我都 渗得慌 我都累 我都替他累啊 娜娜是一个坚强能干的人 谢谢你们 嗯 每个人真的都要坚强一点 就算现在生活没有那么好 对不对 都会好起来的 慢慢的都会好起来的 嗯 我们就是不能说 呃 就是说 哎呦 什么什么 嗯 以后就要欠三万 对 我哥哥上完学就不用我管了 你们放心吧 嗯 涛总回云南了吗 没有呢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涛总应该在四川 我也不知道 我最近没有和他们联系 因为我总是麻烦他们 嗯 我最近都没有给阿姨墨姐姐和涛总打个电话 但是 我想着我过几天 嗯 我要去阿姨墨姐姐家里面去看望一下他们 因为的话 但是我最近为什么一直不去 呃 第一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忙农产品的生意 第二的话就是因为害怕遇到小表哥 呃 害怕他又缠着我了 所以我就没去啊 我有男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 嗯 你哥不会自己去发展吗 不是不发展 我哥哥在读书呢 现在有需要有人去供养 天黑 对我要去赶路了 天太晚了 哥姐 叔叔爱们 这样吧 我明天我再给你们开播吧 我还有很远的路 要走 好不好 呃 你们给我点个关注 好不好 我明天再给你们开播 天要黑了 我要 我 我还要去赶路 哥姐 叔叔爱们 我害怕 我一个人在这边 人生 就是 也不是我家里 我在外面租房子 你们给我点点关注 好不好 哥姐 叔叔爱们 嗯 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 注意安全 好的啊 点点关注 明天再跟你们见面 再见 哥姐 叔叔爱们